欢迎收看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号总编辑时间 我是洪淑芬 消防署前署长黄敬敏如今变成了阶下囚 贪的钱就是救灾的救命钱 他怎么贪的 官僚体系还有多少个黄敬敏呢 而风在的重建 还要来看到是蓝宇 马英九总统昨天到了灾区关心受灾的情况 他说蓝宇人要坚守外穿西装裤 也要穿内穿丁字裤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还有另外呢 提倡让程序免保外就义的郝龙斌 他到底在想什么 对于下届总统大选 他有什么样的盘算 相关的议题在今天为您邀请到 时报周刊社长夏珍 欢迎社长 准备好 各位观众好 在两千零九年九月十八号的 莫拉克台风席台时 当时候的消防署长黄敬敏 坐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和行政院副院长邱正雄开会 结果开到一半 他突然昏倒送医 传出了他十四天没有休息 每天只睡一个小时 外舅就解读了 他是努力从工疲劳过渡 当时马英九总统 还到医院去慰问他 但没想到这个救灾英雄 却是现在传出来 他采购救灾通信器材涉滩 台北地院在昨天裁定 黄敬敏积压禁建 结果一查不得了 他在任内花大钱所买的救灾装备 原来都是他A钱的工具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这辆负压隔离车 每辆要价250万3000元 全世界各国都没有 当时消防组缺一口气 买进了58辆 全成了蚊子车 当初SARS过后 前消防组长黄敬敏 大笔采购负负压隔离车 引发争议 拼装出来的隔离车 前情后重 比重不均衡 转弯就容易翻车 后照进视线全被挡住 里头隔离舱 连医护人员也隔离 花了上一元 却用不到三次 97年三重大火 出动的救灾指挥通信车 也是争议不断 造价2000万元 买了12辆 却只有出动这么一次 黄敬敏在2003年到2009年间 担任消防署长 当中主导五项防灾无线电采购案 与各个组成维标公司 图立特定博仓公司 以及莫斯特什叶 从中收取回扣四成 得手1600万元 之后又从两项防灾卫星采购案 护航台湾国际标准电子公司 让厂商获利上一元 09年退休辞职后 2012年就用现金买了大量黄金 哥哥黄文就涉嫌微标 被突破新房 早已吐入案情 谈完就差临门一角 法官提上问黄敬黄金从哪来 黄敬明还狡辩通通都是投资理财 这时法官却突然问了一句 你跟哥哥关系如何 黄敬明说两个人感情和好 法官认定黄文就不可能诬陷弟弟 才定收押禁键 现在台北看守所中山社中 关着社堂的林一市 刑事局主秘许瑞山 涉及辛勤安的李宗瑞 现在黄敬明也关在其中 全城的邻居 昔日就在英雄变成阶下囚 回头看这些荒唐的采购案 比对家中豪奢的模样 成了强烈对比 昔日的救灾英雄 如今变成了阶下囚 而且贪了钱 是大家救灾的救命钱 刚看到SARS期间 所买的负押隔离车 一台是要256万 全台湾58辆 现在都变成了蚊子车 另外造价2000万的 救灾指挥通信车 只有出勤过一次 检掉是最终的三年了 才发现说 这些采购的钱 大部分都进得他私人的口袋 好社长 这个黄敬明 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刚看到他其实看起来 是鞠躬尽瘁的一个人 这看起来好像好辛苦 黄敬明是李登辉 前签动李登辉执政时代 后期就是在内政部长 黄祖文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 拉拔重用的人 消防署坦白讲 在我们整个政府机制里 也算是一个新兴单位 以前消防可能就归属 在内政部警察署下面的 一个小单位了 三级单位而已 后来就把升格上来 那消防尤其是特别是 台湾的封灾 坦白讲 这几年越来越加重之后 消防署的功能就很重要 他就是每次封灾的时候 他的救灾指挥中心 其实就是以消防署为主 那黄敬明呢 从李登辉时代 黄祖文重用他之后 贬政府这八年 坦白讲了 我不敢讲 他是官运亨通 他最多也不会做到 消防署长 没有再往上面爬 但是呢 他就厉害到什么程度 因为 淑芬应该知道 我们的立法院长 王精明 王院长是 议消 全国议消总队的 会长之头 那议消跟议交 议警 议警 议消 其实都很重要 重要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他们都是在选举期间的 重要的大庄角 就因为全国的议消 议警这么多 就是那时候 只要选举动员 蓝绿都想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关系 这样的网络 争取这些议消 议警的支持 那此人的黄敬明更觉 他在2004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 联宋配 那时候发生两颗子弹 2004年的时候 黄敬明还做过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他特别 当时 他身为消防署长 他还特别 在议消的这样一个大会上面 帮 陈志扁 站台 帮他拉票 但是 我说他很天才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黄敬明是事务官 消防署长不是政务官 你说政务官 我说公寓司长会长 帮 我的直升党 拉票就算 他是事务官 帮阿扁拉票之后 于是就有人痛骂他 说你这样的事务官 到底怎么搞的 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 好了 这个事情就算了 争议过完了 到了2008年 政党再轮替之后 马政府上台 就有人说他 你消防署不能用了 这种事务官不能用 我们至少 行政中立 这很重要吧 就你马上就 也不要想要动用事务官 帮你拉这个票 但是像这样的 帮阿扁拉票事务官 我坦白讲 也就换换掉算了 但是呢 他就走了王金平的路子 请这个益销总队队长 来帮他说相 说他其实事务官 就也是蛮老实的人 你就用吧 所以呢 黄金平就在 马政府任内 又持续又干了 两年多 一直到八八风灾 坦白讲 八八风灾那时候 马政府是被骂臭头 救灾不利 等等等等 黄金平你说 他累不累呢 确实也很累 但是很麻烦 如果 除非你们中天 应该去调回 当时八八风灾的 那时候那段时间的 一些影片带 他的救灾通信系统 不是现在才出事 三年多前 其实就已经爆发了 因为黄金平任内 他在消防署任内 其实检举黑暗非常多 只是说你怎么查不查的 查不查的到他了 我们常讲 我们台湾的那个法令 要做警政一条边 像这些人 都是属于警政系统出来的人 正风消防警政 你注意到了没有 刚才出事的 我看你们那个片子 包括刑事局 大队长徐瑞珊 正风消防警政 刑事其实都是 一个脉络下来的 我相信消防署 这个事情可以 压了这么久 三年多 里头搞不好 都还有人在帮忙他 好 我们就看到 他都是在采购的过程 发现了一些问题 尤其现在这个消防署 其实他的预算也很多 为什么说 这个采购的过程 这么容易就A到钱了吗 他不是要招标吗 对 所以当主观的人 你怎么去透过 公开招标 而且还注意 公开招标的过程 政府公开招标的过程 叫什么呢 正风人员是要在旁边 录影 录影 纯正的 所以那是一条边的 所以我就讲 你真的要去看 他的所有五大采购案 像五大采购案 全出事 我们刚刚看到 就在通信系统 淑芬我跟你说 应该四五年前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消防署采购那个 消防衣 火烧了会点 会着火的 就是你不能防火 讲出来就不能防火 这不很好笑吗 就跟防弹一 不能防弹一样 这是很离谱的事情 这就是他任内采购的 就是你的品质有问题 就会出状况 而且最麻烦的是 消防署是救灾单位 救灾防灾单位 其他工程你A了钱 我就算了 你盖个楼你A钱 只要你不是提防 你做成豆腐渣工程 谁一来你提防就淹了 前一阵子那个水利局 那个水利核川署 他们那个坐着提防 水一冲就淹了 消防单位也是一样 八八风灾发生的时候 他的救灾通信车就完全没有发挥功能 这是延误救灾救难生机的 这是天大的事情 他们就干这个事 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 那重点是说 因为当主观的人 所以 所以他刚才那个法官有讲 你跟你哥哥感情好吗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他哥哥说了 黄金敏就用他哥哥的关系 用家人的关系 做绑标围标的事情 用家族势力 做绑标围标的事情 他把规格 就是你知道 公开招标 我规格标都定出来 其他厂商就 不可能来了 就招不到 但是他拿到钱之后 怎么做呢 因为检掉 发现说在他的房间 在他办公室 发现了非常多的黄金 他的投资方式 其实是买黄金 其实是有了 现在真的是有人 买黄金事实 不过他也很妙 你知道吗 一般人投资理财买黄金 我知道的 比方说我们前财政部长 刘亦如 人家一般人 是要买黄金存折 哪会买金条啊 放在家里 我就想 这太好笑了 因为黄金存折 就跟我们存款一样 你的流项 你的金额 是可以查得到吗 金块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金块的来源 就是说到底是 拿谁的钱去买 这金块 现在就查不到 就比较难查 对 因为你是用现金 你一定是用现金去买 好 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呢 刚刚提到他的哥哥 那么整个事件看到 我们刚刚看到 有救灾通讯平台指挥车 还有一些呢 什么无人遥控直升机 现在应该是要慢慢去查 还包含有一些 什么飞行载具 直升机里头的那些 数位相机那些配备 现在恐怕 可能都要全部检验 全部检验 应该要继续再查 我认为 A的钱坦白讲 查出来是必要的 我很担心 这几大采购案 采购的机具 我刚刚讲 全部是放在救灾 救难用的 我们刚刚看 买了这么多年 出勤才三次的 一次的 我心里想 幸好你出勤机会很少 万一你出勤次数多 老出事怎么办 刚刚不是讲 那什么负压隔离车 一转弯就会摔 我的天啊 你多跑几次 如果每一次上路 都出车祸怎么办 被你载的人非常衰 还有一个 你万一真的翻倒了 压伤了人 不是大家都很衰吗 你就看他们 这些采购案 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 我觉得消防署 我认为 当然这次比较麻烦 因为那个检察官 是新换的 说是一个菜脑检察官 但是也可能 就比较不容易疏通 可能要派几个 资争的人要帮忙他 因为我认为 消防署要彻底 去清查一次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他已经被收到禁件 但是还传出来说 其实他本来还预计 跟他太太下个月 还要出去玩 我就不晓得 他出去玩之后 会不会回来呢 因为八八封灾 那时候我讲 他现在已经被压了 对 八八封灾那时候出来 你知道八八封灾之后 他就申请退休 他那时候虽然是累坏了 可是我就跟你说 你们重新调回 你们当年的那个录影带 当时八八封灾的时候 他的救灾通信车 就已经出事了 不能用 是被骂的 骂臭头的 其实当时就有端倪出来了 对 然后他就说 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但是弊样还没被我们抓到 或许那时候 大家忙着救灾 有一些可能 所以就有人说 他是不是自己吓坏了 他手下 他主持招标采购工程 结果买回来的东西不能用 好 这个事件呢 其实检调目前还持续在追查 但是呢 还要来看的是 台湾真的是经常受到 一些风灾的摧残 尤其呢 前几天的天平台风 一个回马腔 结果呢 外岛的这个蓝雨呢 就重创了 马英九总统呢 昨天就到了灾区 去关心灾民的一些情况 他强调说 这个补助呢 一定会重宽 重塑 重幼来处理 那么灾后呢 也希望能够做一些岛上的建设 但是他有提到说 要保留当地的文化 所以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外穿西装裤 也要内穿丁字裤的原则 这句话听起来 就让你觉得 怎么会这样说 他这样说 他其实只是一个比喻 我猜就等于是传统与现代 怎么样融合 但是我想马东东讲的话 他一定不晓得 我们蓝雨人的男生 穿的丁字裤 跟我们现在时下流行的 时尚内裤的丁字裤 是不一样的 蓝雨人穿的丁字裤 是一个布条绑起来 只有西装裤要穿上身 不是那么容易 他可能弄不清楚这个 但是anyway 就是蓝雨 他发展这么多年了 就是传统的文化风俗 蓝雨人连住的房子 都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蓝雨 坦白讲我们国民政府 来台湾之后 不是现在的事情 早年就是国民政府要去 就觉得蓝雨人 都是原住民 他们住是 其实是形同住在洞穴 我讲洞穴这样是不是对 他们跟我们一般盖的房子 是不一样的 他们就是在地上 他们有一些高台起来的 对对对 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当时就说你们怎么住在这个地方 不行 为了照顾你们 所以盖房子 硬要逼他 逼他像我们一般人住的那样 他们就觉得莫名其妙 干嘛让我去住这个屋子 你就知道他是 其实未必融合的 那我们现在当然社会发展 因为蓝雨的观光客很多 不是比方说 他们要发展观光的话 你一定要叫熟悉 或者是过惯了 现代生活的都市人 到蓝雨去住你们的房子 可能未必适合 所以他必然是要 传统跟现在要融合起来的 但是你不要强硬的 要求当地人 改变他们自己 本身的生活习惯 然后但怎么样 他们在维持自己 生活习惯中间 然后又让自己能够 更吸引外地人来 让外地人一方面 都市人也可以感受到 他们的自然景观 然后另外一方面 也能够住得舒服 我觉得这两者 可以并行补备 对 其实这一次的风灾过后 看到有一群人 其实他们速度蛮快的 后来才了解说 原来他们是NPO 就是一些 这个飞行力组织 他们在风灾之前 其实有一些人 就带着大雪深 到了蓝雨去了 做什么呢 就是等风灾过后 他们立刻在就地 马上要重建 马上要浸滩 包含把一些海滩 能够收拾干净 所以其实台湾 内经了很多的风灾之后 很多人都知道说 这个志工很快地 就到达了这个现场去 我觉得他们 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不管怎么说 像我们自己每天听到 气象预报 常都还开玩笑 到底准不准呢 到底哪边会下大雨 哪边的灾情会比较重 即便气象预报 或者是他们中央救援中心 都可能会预估什么什么地方 但是我们都还是 真的假的 结果是经常是说 我们很担心会有大风雨 结果大风雨没有来 所以我觉得也蛮难得 这一次就是会有一群人 事前就先到那边等 因为你知道风灾 那个过程中间 你是飞机不可能去的 那NGO的团体 能够到那边去 而且手外的 我必须要讲 因为蓝宇 幸好跟我们都市发展不一样 他们的发展 不像我们这么密 所以像对于他们来说 风灾过后的清理 相对来说 会比都市简单 因为他们的要求 其实就不是那么多的 比方说我举例 东南亚有很多小岛 我的同事每年 都会去一个叫 卡尔哈干的一个小岛 是一个日本人 退休之后到那边去买的 当地住的土著 跟原住民住在那儿 他们的生活都是很简单 他在那边做民宿 就欢迎外地人去 同样的 他们在东南亚的小小岛 不断的会有台风 吹袭 他们也是吓得要死 可是风雨过后之后 也就重新就非常快 因为他们真的是比较简单 不像我们都市 又要这个又要那个 第一个他本来的外在的建筑不是那么多 道路的也不像我们台北 柏游啊那么多 他的道路铺整 会比我们这边要快 快快速了 我觉得这一部分来讲 就很好 我发觉你看到没有 很多事情不一定非要政府去做 但是我必须提醒 我觉得马宗这次时间也非常快 因为把照片看到了 我觉得也是需要 就是不管怎么说 人家讲到 因为最重要不是当地的环境 重要是蓝宇门赖以为生的船 都完蛋了 那你要怎么办 一艘船是不少钱 我觉得政府可能要花力气 在这部分 怎么样还给他们一个谋生的工具 从他们的角度去做他们的冲简 其实风在开始的时候 大家非常关心的说蓝宇这个地方 因为它原本是一些 这个核废料的储存厂的部分 那么有些人就很担心说 这个台风一来 会不会造成说有一些灾害 那么目前这个核废桶的存放 是不是在这个当地 应该都是非常安全的 我不认为这个需要太担心 因为我们核废料 你知道它的 它是一层一层 加密就加户 它的那个封闭 那个核废料的那个水泥 那个都非常厚的啦 坦白讲就是 即便是核废桶 掉到了海洋里 掉到深海里 它只要那个保护的装置 都还在嘛 水泥那么厚 你保护装置不会破损 我不太认为会造成什么困扰 对 也希望在国军海陆空的志愿之下 蓝宇的迅速的附件 民众的生活作息 也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 我们等一下回来 要来看到是这一期的 时报周刊专访了好龙斌 那么蓝绿真的可以大和解吗 提倡让陈隧边保外就义的 好龙斌 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等一下总编辑时间 我们继续点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